《小女花不棄》是根據莊莊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古裝武俠劇 由李依晨 張彬彬領邪主演 《聖女祭天》 《得碧羅天寶藏者》 《得天下》 這句坊間傳言不僅害死了聖女薛菲 就連她的女兒花不棄也遭受牽連 為了隱藏花不棄的真實身份 九叔帶著剛出生的花不棄成為了乞丐 九叔其實是個讀書人 也是花不棄的舅舅 原以為這樣能安穩一生 卻不想花不棄還是抵抗不住命運的安排 七王葉一直想得到皇位 但陳玉是一個比較仗義的俠客 所以父子兩人道不同不相為謀 後來七王葉謀權篡位失敗 卻被東方時繼承了皇位 東方時很喜歡花不棄 為了讓花不棄成為天下最尊貴的女人 繼承皇位不久便贏取了花不棄 並且還封她為皇后 而花不棄卻一點都高興不起來 因為她喜歡的人是陳玉 就在花不棄封厚大典上 陳玉當場搶親 東方時早就算定她會來 花不棄見到陳玉為救自己受傷立馬現穩 而東方時見到這一幕更是嫉妒了 便下令將陳玉關進大牢 花不棄用自己一生的幸福 和東方時做交換條件 只要她放了陳玉 花不棄就會一輩子留在宮裡 東方時雖然很喜歡花不棄 但她不想看到花不棄不開心 愛一個人就是要她幸福 所以東方時最終還是放花不棄出宮了 都說東方時在感情上輸給了陳玉 其實不是的 憑著東方時的實力 想要得到花不棄誰都違抗不得 可如果她這麼做了 花不棄一輩子都不會幸福 所以東方時才是最愛花不棄的人 不少援助黨表示心疼東方時 然而更想花不棄和東方時在一起 好了 今天就說這麼多吧 喜歡追劇的小夥伴歡迎訂閱 評價轉發哦 這一隻會兒 我去年會 我去年會 有什麼事 explained 我們 這是 刈